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點看 康泰旅行社在一小時前 他們的母公司發出公告說 由於資不抵債 所以董事會通過啟動清盤程序 這件事相當可惜 畢竟一個小小聽到現在的名字 想不到康泰真的清盤 之前都說最低成本去營運 現在相當可惜 稍後會和大家講多補充資料 作為一個最後的懷面 另外, 今日第二個重點 會和大家講一下 Elon Musk 去收購Twitter 正式收購成功這件事 大家聽到來這裡 可能會覺得未必太感興趣 這個商業行動 別人去收購平台 關我們什麼事呢? 甚至乎好像會覺得 連國際時事都稱不上 但絕對不是這回事 因為今次這個商業行動 對於中國的未來 是有一個更好的幫助 為什麼會這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慢慢分析 甚至乎 因為這個大家看似 無關痛癢的商業行動 是有機會改變 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究竟誰成為總統 隨時都會有影響 還有, 也是因為一個原因 先買下關子 Elon Musk 未來和中國的關係 只會愈來愈好 對於中國來說 多了一個全球首富 願意大家互相合作 這些也是美國不想見到的 總之一系列的事情 會和大家美美道來 告訴大家 前因後果究竟是什麼? 究竟為什麼 開始連世界首富都要討好中國呢? 因為他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 其實都已經和李嘉誠一樣 看到未來的趨勢 已經開始撤走一些關於外國的資產 轉過來投資中國 待會慢慢再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正式開始 康泰旅行社全線暫停營業 公司在前年被入品清盤 近日被全章面臨清盤 但康泰否認 知不過在深圳上市的母公司 叫做海薩女業 在今日發出康泰旅行的清盤通告 指董事會在昨天已經審議通過 康泰知不抵債要啟動清盤程序 康泰旅行社在1966年在香港成立 立在香港已經半世紀 亦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旅行社之一 康泰由黃士森所創辦 之後再由他的兒子黃俊達接手 在2011年的時候 康泰將主要股權賣給海航相關公司 然後到2019年出售全部股權 黃士森和黃俊達 這兩父子也辭任董事 正式撤出康泰 其實在過往的時間 康泰都在近這二十幾年面對過的難關 包括在2001年的911事件 因為當時大家對於那些襲擊是相當之恐怖 即是你都會擔心自己有一天出外去旅遊的時候 原來會發生這件事 當時令到很多的旅遊業也步入行東 以及不單只是旅遊業旁東 之後亦有許多國家因為風聲學雷的原因 多了許多的監管機制 例如不給帶液體上飛機 還有許多的限制 在當時令到許多的遊客對於旅行為之卻步 以及因為911所引發的當時金融動盪 亦令到許多的香港人選手爛腳 所以因為選手爛腳 所以對於外遊的心情亦沒有了 當時國泰是面對著這個難關 另外還有2003年的沙士 因為沙士這件事比起新冠更致命 所以當時亦有許多國家不希望香港人過去 自自然然 其他國家的人都不願意過來香港 結果2003年的時候發生甚麼事 大家就很清楚 但是康泰在這兩段時間都能夠捱得過去 再之後因為有自由行和其他幫助的情況下 康泰當然是越做越好 但是去到現在通關 甚麼時候通 不知道有沒有甚麼訊息 完全沒有的狀況之下 最終連康泰這些 也有些根基和根底的中型旅行社 始終都是捱不過去的 還要是說康泰過往的二十多年 都有去贊助港姐拍照 或是外遊的支援 一些贊助 猜不到 即是這麼有錢去做贊助 但是這兩年這三年 由19年開始 始終都是捱不住 還有因為內地動態清零 就算是內地 即是你想在內地不同的省份去走 也好 但也有相關的防疫規定 搞到很多以華人 以中國人 以香港人為主的旅行社 其實在這段時間 都很難走下去 即是就算你有錢也好 但是現在是沒有甚麼自由 讓你到處去 還有現在都不是個個有錢 特別是經濟不好 恆辛指數今天又破了新低 去到14800點收市 所以都不要說有沒有行錢去旅行 在這一個時間 能夠找到一份工 能夠準時出糧 其實都已經是借天借地 而且都不單止是看泰 之前在神早新聞我分享過 我以前會和家人 參加一些小型旅行社 到處去國內飲飲食食 當時提出旅行社的名字 也有觀眾提醒我 就說 井仔你沒留意 這間這間已經幾年前一早執了 在旅行業、旅行業 這個傷亡慘重的日子上 真的很多的導遊 以前只要你勤力 一個月賺5、6萬都沒問題 但是現在就等於過著 一些瘦陽的日子 基本上 就算你想去工作 都沒有機會讓你去工作 政府雖然都有去幫助 少少旅行業的人士 例如說 有些防疫之間的工作 會優先給旅遊業的從業人士 去見工 去聘請他們 但是 能夠幫到的 都是少數的旅遊業從業員 但是 對於整個旅遊業 特別是旅行社 政府就似乎真是愛莫能助 現在旅遊業 就真是恐怕 暴入一個 都不單止寒冬 簡直是尋射撞地球 唯有再展望將來 看看幾年之後 會不會真是全面通關 即是去到真是全面通關的時候 我相信旅遊業 亦都會有很多的 小型旅行社 就好像雨後春筍 那樣 就飛了上來 不過 都可能因為科技的原因 就令到旅遊業的職業 這個行業 都隨時會被淘汰 因為你去光顧旅行社的時候 其實就是 沒錯 有人去服侍你 你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 與此同時 你有很多自己的時間表 行程表 亦都被人綁住了 例如說 下午要去到哪裏 然後晚上去到哪裏 然後要去什麼景點 但是這些事情 你不會完全符合自己的期望 而且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 每逢要跟旅行社的時候 代表那天一定要很早起床 但是你去旅行就是為求舒服的 你現在去旅行社 反而是變成 好像第二天要上班 那麼早起床 亦都是其中一個理由 令到些人 明遠是自己周圍去 都比去光顧旅行社 亦都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你現在要去自己訂機票 訂什麼什麼都變得很方便 就算是我這些年輕人 我完全沒有接觸過 但我相信 只要我上網去學 可能我兩三個小時 就已經學得懂 以及知道怎樣去給錢 處理好東西 所以 對於旅行社 這些仍是要抽你一陣水 去為你服務的行業來說 其實在現在科技進步的環境 和情況之下 就算沒有疫情來說 他們的生存環境都面臨收縮 再加上現在眾多的防疫政策 和未通關的因素所影響 所以旅遊業的未來 其實就真的不會太樂觀 如果聽這段節目的 你是旅遊業的人士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去看看 覺得我說得對不對 或者分析得正不正確 好了 去到今天的重頭戲 究竟Elon Musk收購Twitter之後 究竟對我們中國有什麼影響 首先 Elon Musk收購Twitter 當中有很多故事 例如 一些他們不斷談減價的事情 但Twitter當時的董事層 站眼不減價 最後 用原價 用一個比較貴價的價錢 收購Twitter之後 Elon Musk做了一個蠻狂的決定 就是當時那群去和我頂助我 死都說不肯減價的那群管理層 全部都解僱了他 不過這些故事 就不是今天說了 因為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其實Elon Musk 在收購Twitter之前 曾經說過 就是他希望收購完Twitter之後 將它能夠發展成為西方版的微信 其實這是什麼意思呢 最初期 我說的是中學 中二中三的時候 最初用微信 其實微信就好像WhatsApp一樣 基本上就只是用來聊天 但是微信發展到現在 是能夠給錢 我自己的上網費 水電煤 全部都是用微信去交 另外還有 你在國內想叫車 你想去買東西 甚至乎和防疫有關的 那些什麼什麼碼 你想去哪裏預約 那些 全部都是可以用微信去處理 那微信作為一個現在功能 這麼萬千的應用程式 這件事大家不會覺得很神奇奇妙 因為這件事在中國 不單止是做得到 還要是做得好 以及已經在很久之前就做到 但原來美國人 美國的商人 世界的首富 現在才開始想著 去抄襲我們的中國模式 所以反過來看 我自己沒有去過其他國家 所以我不知道 原來其他國家 沒得用微信 沒得用二維碼支付 還要用現金支付 是這麼落後的 有時候 我長期生活在一個這麼先進的地方 身在福中不知福 Elon Musk 如果他真的要按照 他之前和傳媒分享的那套價值觀去做的話 既然你要去抄襲微信 當中一定要和中國有大量的交流 因為你不是拿著一個普通文用版的微信 你知道它有很多功能之後 就代表你懂得去開發應用程式 以及很多那些東西 例如軟件上怎樣去寫 一些部門與部門之間怎樣去協調 權限之類的那些 所以中國要去向微信取經的話 一定要經過中國政府批准 到其時大家 你拿過微信的東西 會不會中國都可以在你Elon Musk 可以拿到一些其他特別的技術 或者一些不同的商業利益 所以這件事都是明白明白 大家進行到一個友好的商業交流 說完商業之後 再和大家說說政治 美式民主、美式言論自由 很有趣 很多他們喜歡的東西 就叫做言論自由 但他們不喜歡的言論 就會很莫名其妙地 將帳號封閉 而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名人 被Twitter凍結了帳號的人 那個就是叫做特朗普 但Elon Musk 是一個政治立場 頗為右的人 他所主張的言論自由 是真真正正的言論自由 不是美式的言論自由 即Elon Musk 那種是說你真的想說什麼都好 我都會容忍你 只要不犯法 不是恐嚇人的說話 基本上都會被你留在 所以有很多的專家預測 Elon Musk 第一件事 就是會將特朗普 和其他一些曾經被人凍結過 因為美式言論主義 被人凍結過帳號的人 就會將他們的帳號能夠解凍 大家想想 當特朗普能夠取回他Twitter的帳號的時候 對於2024年 他都說明自己會去參選總統選舉的時候 是絕對會有一個鐵定性的影響 還有這個Twitter 在以前封殺了很多說好中國故事的帳號 一天到一刻 這些帳號在散播假新聞 在散播假消息 什麼不是假新聞 什麼不是假消息 總之就是寫 中國有什麼權鬥 中國那裡玩完了 然後拍多些中國那些很慘 然後又請中國人回來 就說我們中國怎樣怎樣 好差啊快點放啊 你出去吧 那中國怎樣壞 怎樣黑心 怎樣不人道 永遠對於美國人來說 對於前Twitter這個平台來說 永遠就是真的新聞 但跟你說 中國的經濟進展是怎樣 我們的GDP怎樣不跌反升 我們的人生活得多麼幸福 我們的科研科技有什麼進步 我們的樓市怎樣安全著陸 我們的經濟怎樣軟著陸 這些都不用說全部假新聞 全部假消息 Elon Musk上任之後 亦都很大機會 會減少對於說好中國故事的賬號的禁言行為 也有機會把很多的賬號能夠解凍 這件事 即是你給一個公平的平台中國的話 令到中國更加有力量 可以去對外國人說好中國故事的話 這件事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 最起碼在平民眼中的中國形象 也會得到大幅改善 國際形象就沒得說了 因為國際形象中間是牽涉到他們的利益 他們的選票 平民是無辜的 平民很多時候會被政客洗腦而不自知 現在多了一個開放自由的平台 讓他們更加容易了解到真相 我憑什麼會認為Elon Musk 對中國會普遍友好 甚至會做一些解動說好中國故事賬號的舉動 因為Elon Musk他本人 承認了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不過因為一些歷史和地域的原因 所以建議中國是應該考慮 把台灣是一國兩制的 當時Elon Musk頂著很多西方政客 西方國家 甚至乎在西方商業組織的壓力之下 他都堅持去說真話 去幫中國說真話出來 大家就知道 其實Elon Musk一直都想和中國打好關係 不管是真心還是為錢 因為大家要知道 Elon Musk是Tesla的CEO Tesla這些車 安全問題今天不說太多 總之要知道 Tesla是在中國製造的 當然不是全部 但大多數都是在中國製造的 做完之後 又有很多中國人會去買 還有中國的基建對於電動車的支援 是比美國來得更要好 即是你去到中國一些相對發達少少的地方 即是只要你不是去到一些農村僻壤的地方 其實你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充電口 去幫自己的電動車充電 這些基建全部都是有利於電動車的銷售 中國作為一個已經預備好迎接電動車的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那你說 Elon Musk無論在他心裡的價值觀 還是在他公司的商業決定上 大家都可以理解 往後Elon Musk一定會傾向和中國靠攏 特別是在現在經濟和政治這麼動盪的時候 特別是因為經濟動盪 當地政府有時候連自己都自顧不暇 還哪有空去投放這麼多資金去興建一些基建 還要是說你興建完基建之後 是為他人做駕裝 所以未來關於電動車一些國家的普及化 一定會因為他們自身的經濟原因有所萎縮 Elon Musk能夠選擇 並且是一個成熟的經濟發展體系又有 已經是擁有好基建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只有中國 那麼中國作為Elon Musk的金主 那你見到老闆 你都自然好聲好氣 當然了 Elon Musk除了可以進來中國賺錢 我們中國都不是傻的 都不會貿貿然把我們的錢給人賺光 當中可能會有些商業上的秘密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機密資料 大家是可以互相分享 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 另外其實關於未來的美國的影響 現在Elon Musk都可以控制到 為什麼呢? 因為平台就是他的 在2024年美國選舉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消息滿天飛 例如2020年特朗普vs拜登的時候 群魔亂舞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如果Elon Musk有意地去控制 例如特地去控制特朗普去贏 這樣算的話 雖然特朗普大家會稱之為狂人 瘋佬 但是特朗普在在任期間 其實他都是主動向中國示好 特別是說出了那句 叫做She is my friend 即是說著 習主席其實和特朗普是朋友 習主席沒有怎樣回應過 但是特朗普願意去說這句 都是表示他向中國 已經釋放了一大程度的善意 但是對比起之下 拜登就是一個出名的反華分子 亦都趁著在他自己還在任期間 干預了很多台海的事情 甚至乎佩洛西那架飛機 大家整件事快勾去看 即是用一個整體的概念去看的時候 你猜拜登究竟是支持佩洛西飛過去 還是不飛過去 大家心裡都有答案 但是特朗普曾經就著佩洛西這架飛機 因為特朗普都明白 究竟惹火了中國之後 大家的關係 中美關係變差之後 誰會成為最終的輸家 現在就是間接多了一個社交平台 是間接增加了特朗普的勝算的話 如果特朗普真的勝算的話 將來下一屆美國的候選人 就會變得沒有那麼反共 如果沒有那麼反共的情況下 再次可以促進中美的合作 到時候 我們要去和平統一 拿回台灣 亦都少了很多的阻力 亦都少了對於一般老百姓的影響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到 Elon Musk這件事是這麼簡單 甚至乎是牽涉到我們去收回台灣 都會收得輕鬆些 都可以收的成本 不用那麼多錢 甚至乎不需要流血就可以收回 不過究竟2024年 是否特朗普贏很難說 特朗普是否真的會 假設他贏了 是否真的會對中國釋出善意 這個都很難說 因為現在新衛城 其實都是一個好例子 新衛城在未上任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一個很親中的人 畢竟他都有不少的生意 是和中國去做的 但是當他上了位的時候 成為英國首相的時候 都被很多學者稱 一個禮拜內由親中變成反中人士 他也是上了位之後 開始走反華路線 開始去關閉孔子學院 政治這件事是髒 康裝和搞詐 究竟特朗普上了位之後 會不會比拜登更反華 所有事情都不能排除他的可能性 但是總之現在多了一個西方言論的平台 而且不會刻意對中國打壓的平台 對於中國去塑造好自己的形象 對於中國去吸引外資 對於中國去破除一些西方的謠言 是百利而無一害 所以這件事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與此同時反過來想 已經越來越多的美國執法機構 或者一些網上傳言 一些美國的國家安全部門 開始要去處理Elon Musk 開始要去調查他旗下的公司 為何會這樣做呢 很明顯就是和特朗普 現在為何會被FBI去查他藏有機密文件 因為他隨時會影響到當權者的當權 為何搞特朗普 擔心他兩年後贏 奪取到自己的寶座 為何現在會靠Elon Musk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因為他開始做的事 會危及到美國的當權者 對於中國人來說 有時不需要說好中國故事幫忙 現在能夠幫到當然更加好 但見到美國這種亂 雖然我這樣說不是那麼好 好像見到別人蠢 但我不是美國人 我當然不需要為別人傷心擔心 總之今次這件事 我都是叫做初步簡略 去和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再深入一點 相信可以再找到更多 Elon Musk 收購Twitter後 對中國的好處 這件事作為好消息 和大家分享 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 明天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